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就开始了 因为这个我只有单击 所以我看不到这个屏幕 然后如果有问题 我们先讲35分钟 然后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 我到时候把那个共享取消 然后再一起来交流 如果有问题 大家也可以直接发声 好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主题是那个大数据场景下面 MQ的一个新选择 是我介绍一下 我叫工程商 然后呢 我在2019年进行开源贡献 然后是TubeMQ的PPMC 我现在呢 在那个腾讯大数据平台工作 然后这个照片呢 其实和我们分享的呢 有一个相似性 后面是一个青海湖 然后我们国内最大的那个内陆咸水湖 那我这次要讲的也可以说 上次我们国内最大的一个大数据场景下面的一个消息中间见 一共有四个主题 一个是MQ之间的比较 谁是最快的 第二个呢 是这个阿帕奇TubeMQ它的价值是什么 第三个呢 就是说TubeMQ它的那个核心的架构 它的那个是如果做到它的这个价值 第四个呢 是说阿帕奇TubeMQ的未来之路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开始第一个部分 这个图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因为最近在两个月左右 两个月内有卡夫卡发出来的 我不知道大家看过这个这篇文章了没有 如果是没有看过的话可以继续看 从这个头里面 大家有没有对它的数据进行复合 你比如说它的噴头量其实是大低 合起来的话 大概就是说每一秒钟大概有四季多 接近五季的样子 大家是否有测试过卡夫卡是不是能够达得到这样的一个量级呢 还有它的那个99%的食盐 大概是五毫秒 这里面呢 涉及到了阿帕奇目前的几个MQ 但是不是全部 这里面还差RocketMQ 还有我们的TuberMQ 虽然大家没有 和我们TuberMQ进行比较 但是我们在19年的时候 我们进行了一个测试 其实我们发现 其实它的流量 顶多是在1.4GB 小B 或者是以下 只有到SSD的时候 会达到5GB 也接近 600兆大币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呢 我们其实是采用的是什么样 单击Blocker 然后采用的是Tips来进行比较的 就是说在Tips稳定的情况下面 最大值稳定的情况下面 那么它的流量是怎么样 我们可以看得到 虽然卡夫卡没有和我们比较 但是我们拿卡夫卡做的比较 一个是最左边的这个 左上角的这个图呢 就是说在Dankoopsi和不同的分区的情况下面 它的量级是怎么样 然后第二个呢 是指相同的分区的数量情况下面 那么它的不同Torpe的量级是怎么样 以及相同Torpe和相同分区的量级情况下面 它不同机型是怎么样 我们会看到 其实它是有差异的 而且差异有的地方是成倍的一个情况 这个数据呢 大家可以从AvacetubeMQ的这个Docus里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而且是很大的差异 我们分析了一下 主要是这三种情况 一个是它的消费模型是怎么样 在卡夫卡的这个数据量级里面 它没有去提供它这个 测试场景里面是有多少份消费 有多少个Torpe 哪个Torpe它的分区的量级是多少 它的刷盘频率是多少等等这些 这是第一个 它的消费模型是不知道的 在我们的测试情况来看 如果这个消费你增加了 这个生产的分土量 如果你增加了消费的话 其实和不增加消费 它其实是差异很大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它的具体的硬件机型的配置是怎么样 它是没有很明确的提出来的 比如说它有多少块物理盘 然后它的网卡流量 它的CPU的个数 它的内存大小 这些它没有给出详细的情况 然后其中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 它是测试的吞头量 而不是它的Tips Tips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每秒钟 我一个请求发出去 我能够在规定实验队说到响应 这一个请求 一个响应的这个数量级是多少 那我们也知道 如果是说你吞头量 如果是你只看吞头量 不看Tips 那么我们可以不断地发去请求消息 或者是发大波消息 那你的吞头量会很大 但实际上面你的Tips会很小 在我们实际的应用当中 不可能会单纯的只考虑它的吞头量 而不考虑它的Tips 所以它的这个数据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差异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做过测试 可能大家吞头量单测生产 但是可以考虑一下像我们TubermentQ的这种方案 你测试一下它的那个Torbit数和Torbit的分区数 以及增加它的并行的消费分数 那么你就会发现它们的不同 这个就是说从一个当前的一个MQ的一个比较情况 我们拿了一个数据来进行比较 那从这个地方数据来看 我们会发现它是有场景的 所有的数据都是有场景的 每一个MQ它们会在不同的那个适应范围之内 会有一个不同的数据效果 那这涉及到我们的一个要讲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呢 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我们给它做了一个定义 就是说是在大数据场景下 那大数据场景下和普通的情况又是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在这一块已经专一一直的持续的耕耘了 大概差不多七八年的时间 那我们总结了一下 它的强需求在哪里来 它应该是第一个基于有效Tips的情况下面的喷头量 越薄越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它的端到端的食言越低越好 第三个它还有一个水平扩展能力 第四个就是说它的并行的消费的分数 第五个它的整体系统的稳定性 为什么会有这五点呢 我们后面去详细的去讲 那么它比较弱的需求是什么呢 第一个它不需要有事物 它不是交易系统 它是一个数据上报 然后它的数据量级非常大 这个事物对它来说是不合适的 第二个它容忍一定情况下面的数据的丢失 在其他情况下面它容忍去丢失 数据当然是可靠性越高越好 但是可靠性高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的硬件的成本的提升 那么在大数据的场景上面 它其实有很多的数据 它可靠性的要求级别并没有那么高 你在极端情况上面你丢失一点 它是可以容忍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要提出来的 因为这涉及到一个整个的一个MQ 你应该如何去设计 第三个 它不一定要有征熟各种协议 比如说MQP或者是动物货 这些东西 也许它的功能其实很简单 生产和消费 给它应用层应用的接口 可能合起来不超过十个 这个是在Q5MQ 我们在大数据场景下面 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不同的需求 一个观点 基于这个结论 我们引入了这个Q5MQ的一个特性 Q5MQ 我们在很多场合下面都宣传过 万一级的消息中间件 分布式的消息中间件 我们专注于是高性能的数据传输和层储 我们在性能稳定性和低成本方面 我们是有独特的优势的 这个优势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我们的在一份生产两份消费的这个负载情况下面 单broker1000个topic 每个topic 我们可以做到14万的t股数每秒 我们的食言可以控制到什么程度 可以控制到5秒 甚至还可以再低一点 而且这个是可以动担调配的 而且我们的Q5MQ和其他的MQ还不太一样 我们是基于sus模式来进行构建的 我们是服务单管控 然后我们有专门的管理节点 我们还有一个不一样是什么 我们的这套系统和卡不卡一样的 我们也运行了很长的时间 我们差不多到今年来说 应该是已经8年的时间了 然后我们的应用的范围是什么呢 我们也有实时的一个推荐系统广告 然后还有一个流失处理 还有一个是消息的做监控 或做跟踪 做twist的这个数据链的跟踪 还有什么呢 是说做数据的一个 做数据的一个推送这一块 这一块为了表达我们这个 是实际的一个情况 这个数据的一个 这是我们的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的整个系统的一个日均的 是基于量 基于调数按调来算 在19年的时候 这个因为我们也有最新的 目前来说应该已经过了40万里 这个新的这个东西 因为其实也表达了一个情况 就是说这个是拿19年我们一次对外的一个数据来提供 这里面想表达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一个量级 然后我们的这套系统从它最开始到它目前为止 我们是持续的根源一直维持着它的发展 然后我们已经透过了40个外面的一个情况 那说了这一些东西 所以我刚才想表达的一页已经漏了 稍等 那这里面这个标题就是说 Tubermq的核心价值在哪里 比如说和卡布卡相比 那你看到这个曲线 OK也是很多的 看到你的Tips的比较也高一点 但是好像感觉上面好像也高不了多少 那你取这个标题 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 那它的价值是什么呢 我觉得它的最大的价值是在保障服务的情况下面 它可以节省成本 保障服务肯定是核心前提 包括卡布卡 你用卡布卡也好 用QQ也好 那么在大数据场景下面 它们之间的差异在哪里 最大的差异 它可以节省你的运营成本 你的生产的成本 通过减少成本 提高你的一个 在档本收入的情况下面 那么你自然你的利益就增加了 这里面是给了一个数据 在大数据场景下面 用卡布卡模型 和用Q的模型 一个数据比较 7万亿的数据 7万亿每条 7万亿条 每天 大概的量级是什么样子的 在国外我们收到一个信息 大概就是说 大概7万亿 3000个Blog 在国内 包括我们自己公司的PCG 包括国内其他的同行 已经到了7万亿的门槛的话 大概是1500台的样子 或者说1万亿的时候 卡布卡 大概要用两三百台Blog 万照机 这个数据在19年的时候 我们的数据 是33万亿 刚才看到那个曲线 我们当时的Blog 收的是1500台 我们有6000个Torbit 合起来有5万个分区 1万个消费者 我们最大的集群 做到400个Blog 我们单击每个Blog 可以最大的上限 是1000个Torbit 不限分区数 那这样的一个比较 也就是说 一个7万亿 就是1500台 如果你用33万亿的量级下面 你如果是用卡布卡 来替代的话 那大概是45倍的机器量 而且还不好 也不管你 因为它 大家都知道了 卡布卡的 它的脱费数增多的情况下面 那么它会导致 它的性能是很低的 所以我们的 它的价值是什么 在保障服务的情况下面 它可以节省成本 和它的单位是什么 是以亿来算 一台商用机 一台万照的商用机 10万块钱一台 1000台的话 大概就是一个亿 大家可以算一下 目前我们已经到了 40多万亿 那它的阶层成本 可以打到多少 好 刚才讲的一个 两个主题 第一个 消息中间线的比较 消息中间的比较里面 我们会发现 每一个 每一个MQ 它的双存材料里面 它都会提 我的性能有多牛 我的有多快 然后我有多好 然后我们提出了一个观点 就是说我们发现 学生上面 我们和它设置起来 好像还不太一样 然后对方在某种场景下面 是OK的 但是在某些条件下面 它好像没有那么好 然后特别是在我们的业务 的使用场景上面 如果按照你的业务的场景的要求去做的话 你会发现 它比你所预期的 可能还要不够好 这是一点 不同的消息中间 当比较 谁是最快的 好像没有一个定论 第二个 在基于我们对于消息 对于大数据场景下面的一个实践 基于我们的一个预言 我们的调研 我们的研发的情况来看 我们发现 我们的Q-GerminQ 在上40万亿的时候 都是运行得很好 而且我们的机器量很少 这个对比我们的一个同行 用的卡不卡 我们也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数据模型 那就是基本上 就是说你如果用卡不卡 你会发现你用了很多机器 也许大家都是在 7万亿的量级情况上面 可能没有太大的关注 就是说好像也不是特别多 但是随着按照1万亿 一两百来这种 两百左右的情况去增长的话 你会发现如果你到了10万亿 20万亿的时候 你的机器量是会很大的 我们给了一个曲线 就是说我们从200亿每条的 这一样到33万亿的一个情况 的情况下面 大家会发现 你随着你的数据增长 那么你对你的系统要求 是不一样的 那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二点 那用TuberMQ 我们其实在实践的情况下面 我们觉得在保障服务的情况下面 我们还可以做到 就是说节约成本 那第三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TuberMQ 是如何做到的 是如何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想说的 就是说我们一起来交流 和一起来分享一下 其实这一块 这是一个系统架构图 这个系统架构图 它有专门的一个controller 因为这个因为历史原因 它的名字是用的master controller它有举备 而且是热备的 然后其他的就是一些 包括做乘处 然后系统里面有一个 弱关联的一个节点是JK 它主要是用来做什么呢 主要是用来做运营管理的时候 提取一些master的一些 consumer的一些offset 鉴于我们做系统间的追接 然后整个系统呢 我们是用全加瓦来做的 然后最大的一个地方呢 还看不到的 就是说我们这边 也有表面的 就是它的数据可靠性 它是基于read10来进行实现的 是单节点的情况下面的 多磁盘的做副本 这样子来进行定位 第三还有一个就是说 它是图器侧进行过于消费 这是它的整个结构 也很简单 我们目前卡不卡的 扛出了这种模式的内饰 但是我们在14、15年 就已经是这样子来做 其实这里面代码 代码呢 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改进 但是我觉得这个系统里面 它真正能够使它在大数地上上面 性能能够 Tips能够很高 能够比卡不卡高到一半 甚至在某些特殊执行下面可以翻倍 它的主要来源是什么呢 我们主要是这几点 第一个 我们的数据乘处 是和那个卡不卡很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图 我们是按照什么来组织的 我们是一个topic 每个topic是一个数据文件 然后再加上一个所有文件 这个大家了解的也清楚 卡不卡是一个partition 一个数据文件 一个数据文件 像RocksMQ是一个系统 一个数据文件 然后每个分区一个数据文件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是一个topic 一个数据文件 但是每个分区一个数据文件 但是我们通过资源 通过罗索 我们所选择的是一个topic 一个数据文件 一个数据文件 第二个 我们再做了一个 在这个文件的一个管理上面 我们针对每个topic 我们加了一个内层 就是说 这块内层分为举备两块 然后呢 数据所有的数据 首先是写到内层 然后再由内层款刷到吃牌 这样的一个 这是它的乘取结构 我觉得这个是 它可以提升它整体性能的一个方案 其他的我们当然了也有很多的不一样 包括为了做避免GC我们做了很多的优化 然后避免网络异常 我们做了一些自动的检测 包括一些算法一些处理 但是我觉得最核心的 使它性能提升 使它食言降低了 就是在这两点 第三点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方案 我们可以有准机器的方案是在哪里 首先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和第一点 第二点是单节点的一个能力 使得脱皮它的容量提升 使得它的性能提升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采用的副本模型 并不像卡布卡 做大数据处理的时候 是用的多节点 我们是用的单节点 而且我们的单节点 是用RAID10来做的 那RAID10是用来做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我们实际的应用情况来看 真正单节点故障的 一个是断电 一个是硬件损坏 还有一个是最多的 当然是磁盘损坏 那我们去19年的时候 1500台机器大概有45单 涉及到比如说硬盘坏了 年轮都要连都活不住的 还有一个是什么 突然间这台机器 其他比如说CPU 或者网卡挂了 导致了Timeout的这种情况 一共有45单 那其实从数据来看 我们想着的一个方案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把这一个数据 做到单节点上面 通过RAID10来hold住 这个磁盘的故障 来达到整体的一个节点的 一个资源的减少 相同能量的资源捐赏 这是对于单节点的一个 一个我们的方案的一个实施 然后还有点是什么呢 在于一个更上一层的 节点之上的是什么呢 我们进行SARS管理 SARS管理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把节点都集中起来 集中力量办一件事情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资源就会可以更多的 如果是像卡布卡一样 因为它的TOPIC的问题 和它的分区的问题 所以它到了 大概有整个TOPIC的分区 大概到1000的时候 它的资源就收不了了 那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 我们的容量可以做到什么 我们不限PATIC 我们的TOPIC到1000 整个TOPIC到1000 都还有很高的喷头量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很大的空间 我们把这些小业务的集权 都收拢 形成SARS 基于SARS模式 对外提供服务 那我们的机器的成本 就低很多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的整个系统的 用力的保控 我们是尽可能的去自动化 自动化进行操作 那么在方案层面 我们达到一个整体的最优解 刚才我们讲的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TOPM2的架构 它有什么特点 好像大家都觉得 这个好像很一般 当然这个东西是不是一般呢 我觉得可能言语的表达 还不如去测一测 我们通过实践的情况来看 我们在大数据的场景下面 我们能比较 这个为什么是中文的呢 因为这是19年出来的一个 我们对外的一个图 所以我觉得引用中文的话 可能会更有效果一点 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在19年在Q品的时候 我们发现其实在 大数据场景下面 1000个TOPIC 每个TOPIC十个分区 然后一份生产 两份消费 每个消息包1K 这样的场景下面 我们的Q1Q的T不是 能够做到14万 我们也比较过卡夫卡 也比较过Pars 然后我们还把我们的内容 发表过 发表到外部 也有同学提取疑问 这个数据失言 为什么卡是250毫米 这个地方 是不是我们搞错了 其实我们在19年和2020年 其实都已经做过复合 之所以是250毫米 是什么原因呢 在卡不卡 我们在用卡不卡的时候 它如果提高一点食盐 如果是类似于Q1Q 这样来了之后 就发一条消息 那么它的TOPIC 是比我们提供的 这10万TOPIC 还要低 因为我们重点不是在于去 去PK说 或者是去宣传 所以目的是什么 是去做一个自己的一个对数据 对系统的一个对比分析 达到一个心中有数 所以这个数据 我们也没有去调整它 然后也有同学会说 你这个方向 好像我用SSD 你看卡不卡 有过5G的噴头量 在同样场里面过5G 那为什么你会选择 反而说里面是最好的 最合适的呢 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 涉及到这一行字里面的 低成本 我们的机器 都是标准机器 JS60的话 其实它的含义是什么 就是12块盘 每块盘呢 大概是有2T 然后这个是64G 然后CPU也不多 这样的机器呢 是大家可以随便去买的 或是定制的 比如说1T的位置 然后再搞一个SSD 我说这样子 我们的这个系统呢 是专门针对 就是说我可以随便去购买 也不需要定制化 的这种机型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我们的成本低 然后在这个基础式上 SSD我们为什么不用 因为SSD 虽然它的噴头量很高了 但是在于潮水般的 这个数据的充许 抖写的情况下面 写的情况下面 插写的情况下面 它在不会过保的情况下面 它就已经用不了了 而且会很突然的 直接去用故障 所以我们谴责的方案是什么 用磁盘最简单的 用磁盘 那我们在这一块 做了一个 做了一些数据的一个分析 大概情况是这样 我们等一下 还可以去一起交流 包括我们的过去消费 是服务单来进行的 那我们虽然只有5000个topic 但是我们的topic里面 还分了更细的 在业务消费的时候 进行业务消费的时候 进行业务消费 好 刚才说了一点 是什么呢 一共有三点 刚才交流了三个问题 一个是MQ之间的比较 它们的数据会有差异 那你在这个差异的过程中 它们之间为什么会形成差异 然后这个MQ是不是符合大家的意愿 是不是符合大家的义务使用 你的义务场景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那么就决定了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系统 在大数据的场景下面 我们选择了一个字眼 根据那个QBMQ的架构 根据QBMQ的选择方案 它选择的是尽可能的保证数据不丢失 然后它提高了它的系统喷口率 然后降低它的食盐 它做了哪些改进 然后这些改进 这个系统使我们从2013年的200亿条 每天200亿条到2019年的33万亿 然后以及到现在的40万亿 我们走过了一个数据量级的一个冲洗 那么到这个情况下面 我们在19年的时候 我们进行了一个开源 然后那这个目前我们情况来看 是我们把QBMQ作为一个对外的一个产品 那是我们用Flink用Spark一样的 我们去以参与的形式来贡献这个社区 那在这个地方 QBMQ它的未来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呢 我考虑了一下 我觉得的话 首先第一点我们会要做的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QBMQ的Manager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一个单节点 你无论你怎么样子提升和优化 那么到目前来看 你会去发现它增长越来越少 那它带来了一个它的单节点的一个矛盾 基本上是已经消除了 求而是有更新更好的硬件 比SVB更稳定的像磁盘一样 一定的一个介质 我们会考虑已经就新年吧 但是这里面带来一个什么问题 即使基于磁盘 刚才在那一页我们的数据Tips的数据比较的时候 右下角有一个BX1的机型 大家也要注意到 我们的主体都是TS6的机型 TS6的机型大概是11万 12万的样子 那么在BX1的时候 大概是20多万 那我们后面的机型 会考虑更好一点的设备来进行产展 这样的话更进一步的降低我们的设备量 或是在相同的设备量上提升它的整个坑土的容量 那目前来说的话 在单节点之上 集群的管理是需要一个自动化的一个管理过程 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我们的消费如果是严重之后的情况下面 那么你该如何去调度 这个时候你如果是靠人 一个是不太及时 第二个呢 就是说有一些人的操作 很有可能会去异常 这个是比较难避免 那如果去把它给系统整体性能提升 所以我们用了那个 在社群里面提的 会去玩QA的Manager 去做自能化的 自动化的管理 第二个是什么呢 是QT 这个也是考虑了一项 但是从我个人的感觉来看 QT应该也不是特别的关键 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就是说我们真正要用的业务 不会太 叫你的借口 或者是怎么样 因为你整个结果不超过十个 你的切换成本其实是很低的 真要用的话 它不会 这个问题 不去用 还有一个是多副本 有很多业务就说 你这个是非常好的 我也想用 但是你这个数据可靠性 好像有点太大胆了 就是说太超前了 我最好是用多副本 是不是可以拿着 这种我们也想过 这种问题是 怎么说呢 就是说这种多副本 其实像卡夫卡 如果大家 OK 三十五分钟快到了 我也快结束了 我先继续说 多副本像卡夫卡的话 大家也没研究过 其实它是多副本 在大数据场面下面 它仍然是会丢数据 大家可以去细细分析一下 然后我们想做的多副本是什么 就是说实时的多副本这一块 当然了 我这也只是一个设想 完具体怎么做呢 其实我更希望的是 基于社区的需要 然后一起去共建 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是外部有 那我们就用外部来 外部没有 我们不会自言 像大数据场面下面 这种大家是没有看到的 所以就去自言 然后像这种多副本方面 我们像partial 我们就是用的partial 因为我们就这样的话 可以更加节省资源 而且做的挺好的 然后这个是未来之路 好了 我介绍也差不多了 我现在就停止屏幕共享 然后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在屏幕窗里面去沟通 OK 有没有大家想问的 有没有大家想问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